全红产,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一位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自从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后,这个小姑娘就受到了全世界的举世瞩目。 作为一代跳水神童,大家对于全红产新周期有着更高的期待,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一枚金牌,大家也都希望巴黎奥运会可以为中国跳水队拿到两枚金牌,成为奥运双金王,目前正在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关键时期。 大家不希望全红产出现任何意外状况。 其实新周期全红产自身顶着巨大的压力,受制于身体发育观的难题,全红产一直都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滴滴撞撞起起伏伏,期间连续输给陈玉希,看上去全红产因为自己生长发育的难题困扰后,已经让自己的竞技状态和竞技水平跌入谷底,全红产这个小姑娘能否顶住这个压力。 全力突破这个瓶颈时期,将直接决定全红产未来职业生涯的高度,大家对于全红产是有足够大信心的。 包括近期全红产的主管教练陈若霖也已经正式被调入中国游泳运动中心工作,全面负责跳水项目全红产的指导。 此前陈若霖的编制在南京体育学院,属于戒调,现在陈若霖则是属于中国跳水队正式的教练员了。 未来陈若霖也会给予全红产更多的帮助,争取让全红产新周期克服了一系列问题后,争取上演完美的释放,这也是大家最期待到来的时刻。 只要全红产克服了生长发育关的问题之后,陈若霖也很难与巅峰状态下的全红产抗衡,两个人之间其实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接下来就看全红产能否专注训练场和比赛场,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克服掉一切困难。 不受场外因素干扰,争取保持专注和专心,来备战巴黎奥运会。 但是就在近期,全红产却突然离开国家队,做出了一个争议决定。 他前往老家广东合园,参加了一场商业活动。 其实全红产作为一名优秀的奥运冠军,在备战奥运关键时期,没有办法保持专注,而离开国家队出去参加商业活动。 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有些欠途,虽然得到了周杰鸿的批准,但是作为主管教练的陈若霖是非常遗憾可惜的。 毕竟教练人是希望全红产可以保持专注,争取在训练场上多下一些功夫。 一旦备场外太多的诱惑所吸引的话,很可能会打乱全红产的备战节奏,甚至影响全红产的职业生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